欢迎来到娱乐泡泡圈 最近韩国女明星宋慧桥和宋仲基 以协议离婚消息 引起了民众极大的关注 国民女神宋慧桥 曾经主演了蓝色生死恋 浪漫满屋和太阳后裔等极限像韩剧 在韩剧集乃至亚洲都具有较高的人气 玄冰今年因主演爆款韩剧《爱的迫降》 再次被推上事业的巅峰 宋慧桥和玄冰两人曾经是情侣关系 因为工作的原因聚少离多 感情疏离而分手 当时很多人都觉得非常可惜 现在宋慧桥离婚恢复单身 玄冰也单身多年 这自然是被很多八卦媒体拿来炒作的话题 甚至把他们比作当年的王妃和谢霆锋 这种情况大概率是不会发生的 接下来的分析是基于这么多年 娱乐信息的收集和累积 以及自己人生经历 经验的判断 纯属个人观点 因为每个人为人处事和做事风格取决于他的性格 也会受到过往生活经历的影响 所以今天我们就从性格和生活经历两方面入手 进行分析和做对比 先来分析一下谢霆锋和玄冰 个性人生经历 谢霆锋著名的新二代 但是没有一点娇气 从小就很独立 17岁为了替付还债正式入行 签约黄英 曾经是一个绝傲不驯的摇滚青年 当时对公司为他进行呛跳路线的包装 坚决反对 最后执意走了自己喜爱的摇滚路线 即使因此吃了不少骨头也不后悔 性格上非常有主见 外界和别人很难左右到他的想法 玄冰从小到大虽然很帅很受欢迎 但他的性格有点内向 属于话不多的安安静静美男子 也是老师眼里的乖学生 被心探发掘后 签约经纪公司也听从公司的安排 从未有过不当的言行 性格归中归具 内敛文重 这种性格的人容易受到责任感 道德感和传统价值观的束缚 再以他人的感受和评价 非常爱惜自己的声誉 再来比较一下 王妃和宋慧桥两个性的人生经历 王妃曾经华语乐坛的天后引领过一个时代 作为亲自经历的华语乐坛最鼎盛十七个过来人 那些年王妃就是一世而独立存在 不要用除了邓丽君以外的任何人与之比较 比他唱歌更出名的就是他 那爱谁是谁的性格 对付记者工作之外的话题采访 经常会被烦问 这关你什么事啊 甚至立即冷脸离场 让采访陷入监安局 所以采访王妃一度成为了娱乐主播和记者 既想又怕的事情 同时王妃又是一个很有边界 分胜感的坚持底线的人 娱乐圈这么多年 除了两任前夫和现任谢霆锋 真正的做到林绯闻 更是连公司安排的绯闻操作都不予配合 但是他的情商又是特别高 都说分手见人品 两前任前夫和平分手 没有兴起一丝风波 两边的家人至今至日 还是一起聚会其乐融融 曾经让谢霆锋在分手多年以后 对他依然念念不忘 他和周迅居然成为了闺蜜 还有一批风雨同舟的好闺蜜 作为娱乐圈风口浪尖上的王妃 做到了这些很不容易 宋慧乔 韩国著名的影视演员 外形优美 性格温柔乖巧 注重自己的公众形象 爱惜自己的羽毛 非常在意外界的舆论看法 所以即使玄冰和宋慧桥有想法 外界的舆论 人也可谓就能让他们败下将来 反光王妃和谢霆锋 即使分分合合兜兜转转 也不会受媒体介入粉丝抗议和国民议论 这些外在因素的影响 更加注重的是彼此之间的感受 所以2000年的时候 刚刚20岁的谢霆锋 在记者面前和王妃试迹牵手 用行动向这个世界宣布 我爱我的女人王妃 她离异有小孩比我大11岁 即使承认恋情的经纪公司 粉丝影迷广告代言等 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但是他们没有隐瞒选择公开 虽然2002年与王妃因物为分手 与张柏芝结婚 但是张柏芝生育了两个儿子之后 最终还是以离婚收场 令人完全意想不到 2012年的9月 谢霆锋与王妃复合 再次走上了一起 当时外界铺天盖地 负面舆论的压力 甚至上升到两人人身攻击 从没见过如此波涛汹涌 几乎呈现一边倒 站在道德至高点上的舆论讨伐 作为局外人都觉得惊心胆战 这样居然没有人打倒他们 由此可见 他俩骨子里的倔强 和对外界舆论的抗压能力 绝对是行业顶级 如今51岁的王妃和40岁的谢霆锋 感情稳定 生活幸福 但这条路很少人可以挺得过来 玄冰和宋慧桥像 童话里美丽的公主和有教养的王子 他们的婚姻是需要被大众祝福 被家人祝福 甚至要成为典范 所以抛开他们之间是否狼情怯意 仅从这个层面来看 想复合就很难做到